當然我們剛剛把這個最後的結果整合之後 就變成一個所謂的插入欄 當然也可以再加一個刪除欄 最後的話甚至可以把它做兩個按鈕 也就是說將來一個SARB 一個SARB其實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所以我這邊有個插入欄 剛剛寫的把上面這三個整合在一起的一個SARB 我將來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另外再產生一個刪除欄的一個SARB 那也可以再讓它有這個功能可以插入 那當然以後如果你要在這個Visual Basic這邊執行 其實還是不方便 最好是直接增加兩個按鈕 那我執行demo給各位看 最好是按下這個插入欄 有沒有它就自動出現了 刪除欄自動又不見了 有沒有 所以今天我想說今天作業練習也許就做這樣 就是按下它可以增加這三個欄 按下它自動又把這三個欄給去掉 OK應該不困難吧 可是做出來我覺得 工作裡面如果你有很多這種東西 你會覺得還滿好的 工作起來滿愉快的 因為你的工作很多時候就不需要特別 還要重複做很多的事情了 OK 好 那這個怎麼做 首先當然我們剛剛 這兩個按鈕也許我把它先刪掉一下 這兩個 剪下好了 這樣就不見了 那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我們會 假設你要插入按鈕的話 我剛剛有提過 請你在開發人員底下有個插入有沒有 然後這邊不是按鈕 對你選記得 不是下面這個 是上面這個 叫表單控制項 有畫面嗎 OK 表單控制像這個地方 有一個就是按鈕 那點擊之後的話 它有點像小畫家的一個矩形 你就直接在 也許差不多在這個位置吧 在H或I這個地方好了 我在I這個地方 拉一個大小 多大多小你自己決定 然後放開 然後它會問你說這個按鈕 點擊之後要執行哪一個劇集 其實就哪一個SUB的意思 我要執行的是插入欄 不要選錯了 選插入欄按確定 那我是建議你在選完之後呢 我的習慣是把上面的名稱給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按確定 你大概就知道了 因為上面的名稱叫按鈕3 所以我會把它直接呢 按鈕3那個名稱把它delete掉 按Ctrl V把它貼上剛剛的插入欄